502 前面就是那个什么 申根 还有什么 耳根 鼻根 这一张再讲 这一张就是 再次长经经 如果善男子善女人受辞 这部法华经 或者言读 或者讽颂 或者讲解 或者抄写 那么他就可由此获得一千两百 两百种蛇功德 这现在这边是讲蛇 无论是好的味道 或是不好的味道 或是美味 或是恶劣的味道 甚至各种苦涩的味道 只要触及他的蛇根 就会全部变成上等的妙味 如同天这样的甘露 没有不美味的 如果以这样的蛇根 在大众中演说佛法 则可发出 深远 微妙的声音 能深入大众的心事中 令他们觉得非常欢喜快乐 另外诸天人子 天人女 第四天 大幻天 以及诸天的天主 他们听到这种深远 微妙的声音 在演说佛法 全都会前来聆听 还有猪龙 龙女 叶叉叉叉女 前踏婆 前踏婆女 阿修罗 阿修罗女 迦罗罗 迦罗罗女 紧纳罗 紧纳罗女 摩河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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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杰女 这些众生为了听闻佛法的缘故 都来亲近此人 并对他表示恭敬和恭养 甚至比丘 比丘牛 玉婆赛 玉婆语 国王 王子 群臣 眷属 小转轮王 大转轮王 以及他们各自的一千位儿子 及里里外外的眷属等 都趁其宫殿 一起前来听法 因为这位菩萨善于说法 所以 佛罗门居士 以及国内的人民 都会尽其一生 来跟随侍奉 供养法师 另外 各位声闻 辟治佛 菩萨 如来等也常常乐于见到这位菩萨 这位菩萨无论在什么地方 如来都会向其所在的地方说法 这位菩萨能够受持 诸佛所宣说的一切教法 又能发出深奥唯妙的法音 这时 释迦牟尼佛为了再次宣说 以上的义礼 即以祭语说道 世人舌根静 终不受恶味 其有所实诞 细皆成甘露 以身敬妙生 于大众说法 以诸因缘欲 引导众生心 闻者皆欢喜 设诸上供养 诸天荣亦叉及阿修罗等 皆以恭敬心 和共来听法 是说法之人 若欲以妙音 遍满三千戒 随意及能志 大小转轮王 及千子眷属 何掌恭敬心 常来听说法 诸天荣亦来供养 诸天荣亦叉 若欲欢喜心 常乐来供养 幻天 王 魔王 自在大自在 如是诸天众 常来自其所 诸佛及弟子 闻其所法因 常念而守护 或时为现身 这在讲舌根 好 接下来啊 再过来 506是吗 好 上面是舌根 接下来就是生根 再次啊 常经经 如果善男子善女人 塑辞这部法华经 或者言读 或者讽诵 或者讲解 或者抄写 那么他就可 由此获得800的身功德 得到清静的身体 如同明镜的玻璃一样 众生都喜欢见到他 由于此人的身体清静 所以三千大千世界中 所有众生 或者生时 或者死时 或者在天上 或者在地狱 或者美丽 或者丑陋 或者生善处 或者生恶道 所有这一切都会在此人 清静的身体中显现出来 以及铁维山 大铁维山 米罗山 大米罗山等各种山 以及其中的所有众生 也都在此人 在此人清静的身体中呈现出来 下至阿比地狱 上至有鼎天 所有诸天及其中的众生 都能在此人 清静的身体中呈现出来 如果声闻 辟知佛 菩萨 诸佛等讲经说法 那么他们说法的情境 情景也会在此人 清静的身体中呈现出来 讲到这个 这是我们正读到这里 应该知道就是说 所有的那些 你从 从那个什么 从 最下层的地狱 到这位菩萨 到菩萨在讲经说法的那个情境 都会 射现在你的 你的身体中 这是什么境界 你禅定 禅定 如果你到那个 做到 我们讲 我们不是讲说 不是讲说 诶 那个 补入的时候 有没有 我们学到补入的时候 学到这个的时候 一入多 多入一 在这个时候 你在禅定的时候 你在入定的时候 所有的 情景都会 都会 都会在你的身体里面 所以你都会看到一清二楚 这是 在这样的一个境界的时候 禅定的时候 就会现出这样的一个情境 所以说这边所有的 不管你从阿比地狱 到有点天 或者佛菩萨在讲经说法 那个情境 都可以看得 一清二楚 都会呈现 视线在你的身体中 好 这时阿 释迦摩尼佛为了 再次宣说 以上的义礼 即以祭语说道 若此法法者 其身甚清静 如彼静流离 众生皆喜见 又如静明镜 西见诸色相 菩萨于静身 皆见世所有 唯独至明了 于人所不见 三千世界中 一切诸群蒙 天人阿修罗 地域鬼畜生 如是诸色相 皆于身中现 诸天等宫殿 乃至于尤鼎 铁围及弥罗 摩赫弥罗山 诸大海水等 皆于身中现 诸佛及身闻 佛子菩萨等 若读若在众 说法西皆现 虽未得无肉 法性之 无肉法性之妙生 以清静常体 一切于中现 好 这是讲圣根 这边佛所开示 这一张佛所开示的 大家在禅定的时候 都可以 都都都都会印证 好 接下来啊 下一张 再次常经进 如果善男子善女人 塑持这部法华经 或者研读 或者讽颂 或者讲解 或者抄写 那么他就可 由此获得 1200种义功德 有了这种清静的义根 即使 仅听闻一首记诵 一句经文 也能通达 无量无边的佛法义理 在通达如此众多的法义后 哪怕只演说 一句经文 一首记诵 也能演讲一个月 四个月 甚至一年 他所演说的所有法义 都能符合经文的意志 与实相之理 不相违背 如果啊 如果讲说世俗 世间的经书 如治理国家的方法 或者摩生方法 等 也都能随顺佛法 不相违背 三千大千世界之中 所有的六道众生 他们心中的想法 所起的心念 所生的虚妄严厉 这位具有清净义根的菩萨 也能完全知晓 虽然这位菩萨 尚未获得无弱的智慧 可是 由于他的义根 是如此的清净无染 这位菩萨 所思为 酬良 言说的一切 都是 活法 无不真实可靠 不且 并且也是原先诸位如来 于经中所说过的法义 这时 释迦摩尼佛 为了再次宣说以上义理 即以祭语说道 世人义清净 明立无慧佐 以此妙意根 至上上中下法 乃至文遗迹通达无量义 至地如说法 如法说 好 人有什么 月四月至税 是世界内外 一切诸众生 若天龙及人 夜叉鬼神等 提在六趣中 所念若干种 使法华之报 一直皆惜之 十方无束火 百福庄严相 为众生说法 西闻能受此 思为无量义 说法义无量 始终不忘错 以此法华故 西知诸法相 随意识次地 达明智语言 如所知言说 使人有所说 皆是先佛法 以言此法故 于众所无所谓 始法华经者 亦根静若诗 虽未得无肉 先有如是相 世人持此经 安住虚有地 为一切众生欢喜而爱静 能以千乱种善巧之语言 分别而说法 此法华兼顾 生口 我们读了这个生口译 我们再看一下 下一个我看一下 好 那这个法师功德 就是 呃 我们讲说生根 还有什么 翼根 耳根 眼根 蛇根 对 这个他们的分别的功德 这几张就是分别讲这东西啊 那这些 这东西啊 我 他们所了的 所了的境 就是色身 色身相为处罚嘛 最后这边是讲到那个 翼根啊 讲到翼根啊 所以我们在讲说那个 那个什么 这 这边说你读 那个什么精进法华经啊 可以清净我们的六根 那六根清净之后啊 他的功德 他的功德 那个功德根据就是说你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六根的那个功德 有没有 上次我们讲过嘛 他有 有多大的那个功德 那我们读完了 读完了这个之后呢 读完之后 他这一段啊 这个就是法师功德品 法师功德品啊 虽然我们这样读过去啊 就是佛就是这样开示 但是啊 有有有那个 那些法义啊 要去了解哦 对对这个哦 法义上要知道 就是说 对对这个一切法 对这个一切法 对这个一切法要无所着 知道吗 对这个无所着 我们要深入一切的法义啦 所以你对对这些一切法的无所着 不是只有认识说 我不要去执着他就好 不是这样 你要怎么去 怎么去 怎么才可以做到无所着 这样知道吗 所以这个无所着 要怎么去修才可以做到无所着 不是说我这个 对这一切法无所着 不去执着他就好 这样还不够 这样还不够 所以无所着啊 我们上次大概有月内提过 然后 无所着的定义 不是 无所着的法义 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 读了这个之后啊 他在暗示啊 这一品佛给我们众生的那种开释 众生的那种 开释的法义啊 就是这个无所着 这个无所着就说 我们要认识这个无所着 认识无所着之后啊 认识无所着之后啊 认识无所着 你就可以进入那个 就可以深入法义啊 深入一切的法义 怎么去 怎么的 来认识这个无所着 就是说对我们上次讲 对这个社 对社是什么 不依社 对不对 我不依他 我不依他 对这个社呢 找 想呢 想啊 我们知道就是说 那个图腾有没有 你一旦那个无名起来 就是起了颠倒嘛 所以我就不 不到想啊 行呢 不做行啊 不做 事呢 不取啊 对这个射受想行事哦 要先 要先这样做 我不依射 不着受 然后我不倒想 然后呢 这个不做行 然后我不取是 好 接下来啊 想想看那个图腾 想想看我们那个图腾 那个图腾啊 对这个五蕴啊 你要 这样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信念 然后啊 对不对 你如果 你如果 没有做到这样子 你就淪落在世间嘛 对不对 淪落在世间嘛 如果 如果我要出世间啊 我如果做到 不取不做 不倒想 不走 不执着 不意啊 那你就可以 出世间啦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界线 这个界线 所以 就是说 再过来 就是说 就是说我不入世啦 要乐出世 不入在 不入在这个世间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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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好 这个出世间 那你还在想说 要无所着 就是除了这个以外 我就是 这个世间啊 我要出 我要远离世间 我要 出世间 不入世间啦 不入在这个世间里面 然后我要 我要什么 我要喜乐 在那个出世间里面 想想看还有什么 你要 要无所着 无所着啦 这些 这些啊 另外一个就是 除了 除了什么 除了 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远离世间以外啊 远离世间以外 接下来远离世间之后啊 远离世间之后 你要什么 要离两圣啊 入大圣 要了解啊 一切法 皆如虚空 要了解一切法皆如虚空 这个就是无所着 就说 这些啊 我 在这个 那个五蕴里面啊 我要做到 要 不起不坐 不倒想 不 不 不早 也不一 做到这个 心之上啊 我要 不入世 我要 樂出世 离两圣 离两圣 进入大圣 然后 你就可以 要知道 一切法 了解到一切法皆如虚空 这个时候 你就是 无所着 知道吗 再下来啊 再下来 有三个步骤 这是第一个 初初的步骤 这下一个步骤是什么 再一个步骤是 无所染蚤 在 我们最后一篇是读到义根 那 在上面就是 蛇根 蛇根在上面 那一张啊 那张是 是什么根啊 这个啊 他告诉我们就是 你要 无所蚤 无所蚤之后 要无所染蚤 蚤跟染蚤不一样 蚤跟染蚤不一样 加上这个染 加上这个染 就 那个什么 法译就不一样了 加上这个染 会是这样 你 你从头图等来看 假设我这都空掉之后 假设我 就是这个嘛 空掉之后啊 下一个是什么 下一个是什么 下一个就是这个啊 就是 直剑啊 你死去那个分别箭啊 那个就是 就是无所染蚤 知道吗 所以这个 无所蚤跟无所染蚤 加上这个字啊 加上这个字的差别 就是说 我这边就是这个 我空掉之后 还有一个东西没有空啊 什么东西 支箭 知道吗 所以 你加上这个支箭之后啊 就有所染蚤 有所染哦 有所染哦 加上支箭 所以这两个不一样哦 两个不一样 有所蚤跟 那个染蚤 这两个意义上是不一样的 所以无所染蚤就是你要舍一切的分别 分别箭 哦 好了 我们讲说啊 你要 要 要 我们讲说三个步骤 这边啊 这边 这边啊 我们读了这几张之后啊 哦 佛在告诉我们这个东西啊 就是 就是 要深入一切的法 哦 深入一切法 就这第一个你要先做到无所着 接下来就是 无所染蚤 无所染蚤之后啊 就说 我这边空掉之后啊 那些一些支箭啊 支箭 我没有 无所分别 对那个支箭 知道吗 没有分别 那就是 捨一切分别箭啊 那捨一切分别箭之后 下一步 会是什么样的境界 下一步 下一步就是 这是一啦 这是一啦 那三啊 你做到这个无所染蚤 做到无所染蚤 接下来就是 就是这个境界 就注意实际啊 注意实际 注意实际又是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意思 注意实际啊 就是 就是十项五项 或者十项一项 那个就是注意实际 所以分成三个层次哦 从我们这个图能来看 就分成三个层次 就是你首先啊 首先你离初世间 远离世间进入世间 对进入那个初世间 然后 然后 那个什么 这时候就是 一切诸法如虚空嘛 到这个境界之后 这个时候就是 无所染 无所染 下来就是无所染染 你要舍弃这个实践 这件 舍弃之后啊 那就住在这个实际 这样知道吗 所以这三个步骤 所以这三个步骤 我们 我们 我们经常 保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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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境 保持有用的这样的一个心境 那 来看待一切法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 深入一切的法义 深入一切法义 这个就是这 这几章 讲到 那个什么 五根 五根清静 五根清静 读 那个法花经之后 你会得到 那个六根的那个清静 六根清静的那个 功德 六根清静的功德 这个就是在 就在 暗示啊 让我们众生啊 让我们众生 从 从这边呢 进入空 然后到 分别件啊 舍一些分别件 然后你就可以注意实际 在暗示这个 这个法义啊 这样知道吗 这个法义啊 就是 这三个 三个层次 三个步骤啊 你 都能够把它掌握住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可以做到说 深入一切的法义啊 所以这也就是 这几章 所要 佛所要开示的 重点 这样知道吗 所以这把它记起来 三大 三个 那个什么 三个步骤 三个 等于这三个境界 这就是这几章啊 所解释的 虽然 他只是讲到有点偏 并不是到无弱的境界啊 并不是到无弱的境界 可是啊 当你进入到无弱的时候啊 这个就是在无弱的境界啊 这个就是在无弱的境界 那这几章 它是从 从那个什么 我们就从 最下诚到最 最有顶 这段 你在有顶这段 还是有弱嘛 可以做到那样的一个功德 你在那个什么 到无弱的时候 搬到无弱的这个境界的时候 一样的意思 你知道吗 所以你从无弱 无弱 反射回来有弱 就是在暗示这个东西 好啦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 大家回去自己章完 好好地去思索一下 然后 回来 反思这个 这个 这个 深入一切法意 好啦 谢谢各位